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世界上一直秘密地进行了一场恐怖的比赛 比赛的选手是有一些国家的顶尖的物理学家 比赛的项目不是其他什么 而是核武器 虽然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欧美风格上发表演讲 称美国将致力推动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 奥巴马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这些年来陆陆续续有一些国家跨过了核门槛 从无核国家变成了有核国家 所以要像拥有一个无核的世界 这道路还比较漫长 那么我们前几期节目讨论了美国 苏联包括后来的俄罗斯这些核大国 这期我们先来看一下两个中等有核国家 英国和法国 这个从中等有核国家来说 英国和法国是应该说比较典型的 也就是说核大国是美苏 也就是它都是几千枚 这个一般的就是500以下算是中等有核国家 现在就是说五个有核国家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 中国 那么在这里边 英国尤其冷战以后 它的战略有一些调整 尤其是它的核战略 它的核战略基本上属于提高质量 然后它原来是用的就是空机和海机 这样就是从89年4月份 最后一颗就是空头的核武器 核炸弹退役以后 它现在只保留了四艘战略核潜艇 那就只有海机和力量 只有海机和力量 但是它这个海机和力量质量应该是很高 它是用的前卫级 它这个潜艇就是说数量没变 因为它之前就一直是四个 它其他军队减了 你像它冷战结束以后 它原来军队总员额从16万多 减到现在10万多一点 但是包括它的舰艇飞机都减了 但是唯独核力量没减 就是海机的核力量没减 这说明它对海机核力量是非常重视的 而且它的弹头数量 现在就是说用于施战的 还有160枚 它总的弹头数量 它自己公布的是225枚 那么在这里边就是冷战结束以后 它降低了它的戒备状态 就是过去它就是接到战备命令以后 几分钟就可以发射 那么它现在需要几天的准备 就是它把等级降低了 平时这四艘有一艘是在大西洋东北部 这个巡逻 一艘是满载 但是就是不出港 还有一艘是属于维修 另一艘就是属于预备 它属于这样分布 那么它的核力量 为什么就一直是 实际上整个裁军里头 它并没有减它的核力量 它的质量应该说是很高 它的潜艇和弹头都是英国造 就是英国自己造的 它的导弹是用的三叉机2 第五就是美国给它提供 那等于是因为它俩在核武器上 从一开始开发就是亲兄弟 铁哥们 所以在整个 它现在还是在北约的体系当中 它跟法国不一样 法国一开始就比较主力 法国从六十年代代格勒上台 就是重新上台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之后 法国做了几个精士的举动 其中第一个举动就是退出北约 这个法国退出北约以后 就是它的武装 包括它的核力量完全是自主 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拒绝为北约提供核保护法 提供核服务 那么它的这种核政策 与英国有些相似 英国是最低限度核威慎 而法国则是刚好足够 够用就行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法国在很长时间游离于北约之外 一直到了2010年 萨克吉总统上台之后 法国重新加入北约 但是它的核力量仍然不归北约指挥 也不为北约提供 还是独立的 可是法国有它自己的想法 它的想法是什么呢 它想成为欧盟的核心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欧盟和北约是一个并行的体系 它并不是一个互相复 就是完全重复的 或者是那什么 它是个并行体系 欧盟并不等于北约 所以说你看欧盟在东扩 北约也在东扩 那么这个谁呢 现在乌克兰要加入欧盟就比较困难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 失去了克里米亚以后 他积极要求加入北约 希望北约能够为他提供一种保护 那么这个欧盟呢 法国作为这个欧盟的核心 他和德国最后希望形成一种法德轴心 那么法德轴心 既然你要为这个成为一个盟 就是一个联盟的一个轴心 那你就必须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一种保护 这样法国承诺为欧盟提供核保护伞 这就是他和其他的这个北约国家的区别 其他的北约国家都要加入到北约的整体的这种防御态势之下 法国是在这方面相对来讲仍然独立 可是法国呢 由于要他想主导欧盟 这样呢 他就为欧盟提出一种承诺 我将为你提供核保护伞 而且法国的这个核体系呢 虽然是跟英国一样都是中等有核国家 但是他们有一些差别 这个差别什么呢 一个是这个核弹的数量上 法国是比英国多出去将近两倍 另外呢 英国到目前为止主要是潜射导弹 潜射核武 是海基的 甚至是潜机的 但是呢 法国不是这样 法国是两位一体的 一个是空射 一个是潜射和海射 就是航空母舰上 航空母舰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呢 它等于是两位一体 不像俄罗斯和美国都是三位一体的这种 这种核力量 英国就是一个潜射 那么呢 法国是两位一体的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发射系统 发射体系 要比英国更丰富一些 所以说我们可以大致这样确认 就相对来讲 法国的核力量在作为中等国家里 中等有核国家里 应该说是这个比较靠前的 应该是算实力比较强的 这可能也是把他本身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名标决定 他也想当轴星吧 当老大就得多付出一点 对 你得就是负责 迄今为止核武器 依然是人类制造的杀伤破坏威力最大的武器 冷战结束后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 但局部战争冲突频繁发生 英国 法国和中国等中等有核国家 都在调整核战略削减核力量 但总的来看 把拥有和发展核武器作为保证国家安全 维护大国地位的根本目的 始终都没有改变过 可能最近这些年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一些世事核国家 后来又踏进核门槛的 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还有不动声色的以色列 这些国家应该说从六七年 有核国家以外的 这个是尤其是冷战以后 苏联解体 有核国家当时还是很多 但一解体以后 包括乌克兰 白俄 哈克斯坦 当时巴西 南非 阿根廷 这些国家都有 当时乌克兰就是采取的那种方式 美国等于是拿钱提供援助 给他买下来 让他当了无核国家 他1500枚就给他销毁掉了 那么其他这些国家 像南非 这个就是他自己就撤出来 因为当时南非有个特殊的背景 就是说但是南非没有试报 但是南非制造了六颗原子弹 后来他自己拆除了 并且把这个原料作为核能使用 他就走到那个 中国国家的道路上来 他没有做试验 但原子弹是造出来了 没有经过试验 造了六颗 这一点来说 它跟其他国家一般还不太一样 你像印度 它主要是它这个发展 有三个阶段 所以说它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历史比较悠久 比较早 它几乎跟美术这些大国 差不多同步开始研究核能 不能说研究原子弹 它的核武器计划是65年的事 它是研究的比较早 研究比较早 它是从等于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开始研究核能 它最早是派了一批学者到西方国家学习 就是这个学习人员 它主要的着力点还是放在这个和平利用核能 最早第一阶段就叫和平利用核能 这是在74年 它第一颗核装置爆炸以前 第二个阶段就是叫最后一根导火线 就是什么都具备了 我组装起来就可以用 第三个阶段就是开始有最低核威势了 尤其是它这个98年连续这个48小时 进行了五次地下核实验 这就宣布它的整个这个核武器 就是等于是正式的对外宣布 就是它整个核张也发生了一根本性的转折 这是在这个 就这个98年瓦杰派一总理上台以后 大概两个月之后 它就调整了它的核政策 而且就像刚才学航讲的 48小时连续爆炸 这个当时还是很震惊世界的 那个时候最有意思的戏剧性的是 作为对应 巴基斯坦连续爆炸六颗 比印度还多一颗 但是实际上就从质量上讲 似乎印度的这种取得的进展更明显 英国 法国等中等有核国家 为什么要继续发展核力量 英法现阶段实行的是怎样的核战略呢 印度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适时核国家 是如何形成的 朝鲜伊朗为什么发展核武器 日本离适时核武器国多远 在有核才有底牌 有底牌才有底气 有多大底牌就有多大底气的博弈中 无核世界为何难抵 拥核欲望 敬请关注著名军事专家乔良 徐红 卢勇正在讲述 大罗底牌之四 无核世界何欲望 从目前的这个 当然印度也没有公布 它到底现在有多少核弹 从目前很多专家估算 印度大概有80到110个 它自己在这个方面没有公布 尤其第三个阶段 它不仅就是核弹 发展很快 同时它的运载工具 主要是导弹发展很快 它现在导弹主要是两个系列 一个大地 一个是烈火 这个大地就是进程的一些战术型 烈火它就是最远的 就是烈火6 现在都玩到烈火6了 烈火6的计划是6000到1万公里 烈火5000公里 但是5和6现在都还没有进入十几装备阶段 它现在5是开始装备部队 6是在这个等于试验当中 试验中 而且印度还是跟法国英国的目前状态不一样 印度还致力于发展三位一体的 对 它的整个目标还是定的比较高 它印度很有做地区性大国的雄心 尤其是印度一直希望把这个印度洋 视作是印度的内海或者叫印度的内湖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能够非常快速的变当的支持它的这个大国形象的 因为你其他的武器是需要 那是需要一个累计的 不是说你有决心就行的 但是和武器相对来讲 你要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储备 在短期内可能能够发生一些变化 即使是不会发生质量的变化 数量的变化还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印度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地区雄心的 而且另外由于印度 从当年印巴分治49年的时候 这个印巴分治 印巴分治实际上呢 这是当年大英帝国撤出南亚斯大陆的时候 一个精心的设计 其实整个原来他们都是一个 谈不上是一个国家 起码是一个地区 本来也是基本上属于和睦相处的 但是呢 这个经过了印度 经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 当英国人撤离 让印巴分治 这个印度教和这个伊斯兰教 这个分立成两个国家 结果这两个国家的这种对立 一直到今天 其间发生了三次很严重的战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迫使印度要极力的发展它的核武器 发展的核武器 一方面要对付自己的天敌 埃斯坦 另一方面呢 要向全世界显示 它也是一个 不但是一个有核国家 甚至是完全有资格加入到大国核俱乐部中的这样一个国家 它认为只有这样的核武器才能和它的一个大国地位相相匹配 那么印度今天应该说 它距离这个目标 应该说是很近 虽然我不能说它完全实现 因为到今天为止 在大家看来 一个核大国俱乐部 目前大家能认同的 还是美俄中英法 这个就是把印度还没有完全撞到这一条 所以说我觉得 这也是印度人一直心里头不是很平衡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他在这方面 印度在这方面一直在做了一种努力 目前印度核政策基本成型 主要观点是 一是核武器的唯一目的 是对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实施战略威射 二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三是其目标为最低限度核威射 四是具有对城市目标打击的第二次打击能力 印度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它这个大力推进这个发展核武器 它直接刺激了这个巴基斯坦 实际上它是1974年 试爆了一个核装置以后 巴基斯坦就明显地加快了 这个发展核武器 因为巴基斯坦总理博特就说过 他说的话呢 实际上跟以前我们国家 跟其他一些国家说的比较像 跟普京说的也比较像 就是说为了能够从印度的核能力相比例 我即便是吃草 也要研制出核弹来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南亚的核竞赛就已经变得比较激烈 而且应该说巴基斯坦也比较快地 迈过了这个核能力 这个印度 他搞核武 本身有他自己的一种心理状态 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他不仅是要做南亚的老大 其实这个巴基斯坦 从军力上来说 根本不是他对手 这一点是他完全是一面压倒 但他更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他是想 他说我发展核武不是为了安全问题 完全是为了我要这个面子 咱们现在说是要面子 就是说我要有大国的地位 尤其他经常跟中国比 50年代时候差不多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现在中国成了这种大国地位 能说话算数 我怎么说话就不算数呢 找了半天原因是因为没有核武器 所以他这种心态也促使了他要发展核武 发展核武你才能成为大国 他是这种状态 英国 法国等中等有核国家 为什么要继续发展核力量 英法现阶段实行的是怎样的核战略 印度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适时核国家 是如何形成的 朝鲜伊朗为什么发展核武器 日本离适时核武器国家还有多远 在有核才有底牌 有底牌才有底气 有多大底牌就有多大底气的国语中 无核世界为何难比拥核欲望 敬请关注著名军事专家乔良 徐红 卢勇正在讲述 大国底牌之四 无核世界 核欲望 但是在这些适时核国家里面 以色列是比较特殊的 以色列它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创始国和成员国 但它在这方面好像就是 坚持了一个 它的基本的信条就是 我不说 但是呢 我可能就在做 默默地在做 这个也比较特殊 这个跟它的特殊地缘政治 这个关系 特殊地缘位置有关系 因为美国呢 是对以色列是有承诺的 它为它要提供核保护伞 前提也就是要求它不要发展 但是以色列作为一个美国的这个 就是准盟国 或者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盟国吧 在中东的盟国 以色列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 它一方面严重地依赖美国 另一方面在美国 可能某些政策对它不利的时候 又完全不听从美国的 所以说你像在核武器上 它基本上并不尊重美国的意愿 我们就我们现在所知 以色列是个名副其实的有核国家 但是它从来不去说这件事情 它从来不去说这件事情 它的这个核武器的这种储备 显然是和它自己所处的地缘状态 地缘战略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以色列这个 不但自己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很强烈 而且它不让自己的潜在敌人 发展核武器的这个决心也很强烈 所以上个世纪八成年代初期 它长途奔袭轰炸这个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这个当时就这个行动的这个干脆利用 决心之大 取得的战国之辉煌 出乎很多人 他对利比亚对叙利亚的所有核苗头 都坚决地给予打击 扼杀的摇篮 这个以色列在这方面非常明确 所以说以色列多次地向世界表态 也向美国表态 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 美国不动手的话 它会单独动手 这是以色列多次表明的态度 所以说它对于穆斯林世界拥有核武器 它是非常忌惮的 而在这点上美国对它的这个约制 往往不起作用 以色列一直实行的是所谓核模糊政策 就是在核武器问题上 保持一种沉默的态度 不明说有 也不明说没有 似是而非 让人摸不着头脑 据国际核能权威专家估计 以色列早已是跨进核门槛的国家 直到今天 它一直被停止生产核武器 现在拥有大约300枚核弹桶 从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就有个趋势比较明显 一方面好像随着 静息的交流的越来越发达 技术的进步 好像这个核门槛是越来越低 有的民间人士 甚至可以靠自己找资料 把整个制造原子弹的流程 都给推导出来 澳大利亚 无核世界何欲望 目前世界上比较关注的 主要还是伊朗和船 对 而他们两个国家 就我们从一些外部的一些媒体报道 就是境外的一些媒体报道来看 这两个国家的核研发 实际上是有某种联系的 而且甚至有某种程度的分工 谁来提供资源 谁提供经费 谁来提供技术 他们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当然这是境外媒体的一种 也可能是一种猜测 或者是推测 但是这也可以看出来 一般来讲核武器 为什么容易在大国实现 大国有足够的技术储备 有足够的资源 然后有足够的设备 你比如说一个离心机 离心机如果要能分离出油 那需要数百台上千台的这种离心机的并联 那么很多国家根本就 就不要说去制造原子弹 你把这么多离心机弄出来并联在一起 你都没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这就需要 这个就是什么呢 大国往往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小国想做到这一点 怎么做呢 怎么做 你缺什么 我缺什么 我们互相取长补短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小国之间那种合作产生核武器 很有可能会是将来的一种 这个一种趋势 因为那些小国家 它不大可能一个国家独立完成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美国也开始警惕到了 美国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说美国最后 最后发动这个 用网上黑客用病毒 入侵这个伊朗的这个离心机实验室 最后导致它一次数百台的离心机 全部被这个这个就是黑掉 就是被摧毁了 这软摧毁 最后是这个用病毒侵入的方式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里头又从核战 转向了一种就是黑客信息网络战 就是用网络战的方式去打 打一场 解决核的 核战 就是设核的战争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里面有个悖论 就是说美国 声称要致力推动 建立一个无核的世界 我想呢 我们相信它这种诚意 问题是它的悖论在哪里呢 就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对几个国家发动过战争 而这些战争呢 恰恰是另外的一些国家 产生了深深的戒举心理 就认为 他们认为呢 有一种兔子湖背的感觉 那些国家之所以被美国能够收除掉了 是因为它没有核武器 所以出于这种心理呢 它出于一种自我 捍卫自我安全的这种心理 它也想运用核武器 所以反而呢 促使有些国家 想跨过这个核武器 这个现象我觉得 不容忽视还是 是 朝鲜是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之一 朝鲜认为 迄今为止 美国还没有对任何一个 有核国家发动战争 美国的敌视政策和霸权主义威胁 韩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 是朝鲜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确实朝鲜不得不将发展核武器 作为维护现行体制和国家生存的最后手段 事实上朝鲜的核能力技术并没有那么高超 但是它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异常坚定 从心理状态来 尤其是这个美国攻击利比亚 对 因为利比亚之前的核武装 是美国人给它解除掉 解除掉了以后 又把卡扎菲又干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有很多报道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说利比亚模式让朝鲜爆定了核武 当然从技术上来说 这个朝鲜未必能达到 你想它几次三次核试验 从06年开始到去年最后一次第三次 从技术上来说前两次也就是几千吨 最后一次据说报道有上万吨 但是它总整个来说 它的部储量 它自己公布的是37千克 有37公斤 可以造8到9枚 每个人给它预测的是 可以造10枚的原料 但是从它整个技术上来说 它还不一定能做到 就是有一年是这个 它这个阅兵 去年的阅兵 它有个方队 是吧 这个方队里面 小杯囊 河杯囊 河杯囊 这个河杯囊有好多大片里头 这个好莱坞大片里头都演 飞到走私分子比较青睐的这种 对 就是走私核武器 是吧 拿了一户组装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 小型化 精密度 它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 但是 我觉得就比较有意思的 一般来讲 制造原子弹 就制造核弹 最先的一步 应该是在数万吨级到十万吨级 这是比较容易造的 先大后小 比较容易造的 然后呢 要接下来 比它难度大一点 是更大的 从数十万吨到 数百万吨到千万吨 到一级的轻弹 这个难造一些 相对比这个要难一些 而最难的是 河弹头的小型化 因为它实战化很难 而这个朝鲜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很有意思的 它上来就是一个小型化 数千吨 这恰恰是难度最大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这个国际上一直在质疑 它是不是真的有一次核爆 有的人甚至提出这样的说法 说它不是炸弹 是炸弹 就是那个欺诈的炸弹 不是爆炸的炸 是欺诈的炸 是炸弹 为什么从原理上讲 实际上就是有人这么推测 这是也说得通 比如说 你在某一个矿洞里 放进去数千公斤的炸药 然后在上面堆上这个核废料 引爆它 这样呢 它第一 它有几种类似于核爆的这个元素 它的要素都具备 第一 也有蘑菇云 有蘑菇云 有地震感 有地震感 有核沾染 有核灰尘 就是有的人当然做这样一种推测 当然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 我们就不去谈它 我的意思是说呢 实际上呢 就是从技术上讲 核弹的小型化是最后的一步 是最难的一步 这是我们要从技术上了解的 所以我们外界不太知道 就是可能是疑似有 但到底有没有 谁都不敢打破 英国 法国等中等有核国家 为什么要继续发展核力量 英法现阶段实行的是怎样的核战略呢 印度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 适时核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朝鲜伊朗为什么发展核武器 日本离适时核武器国家 还有多远 在有核才有底牌 有底牌才有底气 有多大底牌 就有多大底气的博弈中 无核世界为何难抵 拥核欲望 敬请关注著名军事专家乔良 徐红 卢勇正在讲述 大国底牌之四 无核世界 核欲望 对于朝鲜核武的发展情况 外界只能靠推测 但朝鲜发展核武的决心不可动摇 朝鲜外务省表示 利比亚放弃核武器计划 朝鲜不会重蹈覆辙 建设自卫性的国防力量 是为防止朝鲜发生战争 维护安定 与和平的无比珍贵的恶制力 这充分表明 朝鲜以利比亚为前车之界 要以核武装对抗利比亚模式 那么还有哪些国家拥有研制核武潜力 刚才您提到了 国际社会有些专家推测 朝鲜的核武器 是从它的原料来推测的 这就让我联想到另一个国家 就是日本 日本应该说是无核国家 但是有很多专家就说 日本距离拥有核武器 就隔了一层纸 或者只有一步的距离 这个从日本的研究核能的历史 从它目前运用的材料 从它们的技术基础来看 这方面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推测应该是靠谱 应该说是这样 就是说日本离核是非常近 可以说是它自称 如果是允许的话 它两周就可以造成核弹 这个从原料 技术和现在的 它的一些材料 设备来说 技术的人 它都是具备的 它的物储备 现在总的来说 它有17座核电站 54座反应堆 但是刨掉核电站 用的以后 它还能剩个60多吨 60多吨 要按理论计算 就可以造7000多面核弹 这是从它这个 部储备上来说 从它的技术来说 应该说 包括它一些关键部位 它都是很过关的 就是说它也 虽然没有核爆 但它的计算机 这个模拟 是非常先进 它的技术应该说 不亚于美国 有些方面的技术 甚至要高于美国 美国还有求于它 你比方说 有些关键的一些电子部件 包括美国民兵3 那个弹头 那个BJ 用的轻质的碳纤维 对 那个都是日本提供 就是说它在技术上 和材料上 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投送能力也很强 你像它这个50多次 除了自己的卫星 给别人有商用 发射卫星 就是它投送 1万公里以外 可以达到1.5吨 这个6000公里以上的 可以达到2吨 所以运载 它实际上作为一个 永和国家 它几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就是现在缺少 最后的临门一角 那么临门一角 取决于日本 今天安倍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要让日本修改 战后的和平现场 然后变成一个 所谓的正常国家 然后拥有集体自卫权 也就是日本久违了的交战权 把这些门槛都跨过之后 如果那个时候 日本还继续宣称 它受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它需要拥有核武器的话 其实日本可以说是 很轻松的就能跨过这段门槛 在所有的这些 永和国家 或者是门槛 门槛和国家 或者是潜在的和国家里 日本是可以说在这里头 手取一指的 它可以很轻松的越过这一步 那么在这一点上 国际社会确实应该给予 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因为日本一方面宣称 它是核武器唯一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 它实际上让自己的核能力的这种储备 已经到了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层指 轻轻一点就可以点破的这一步 还更形象的说 就插一把螺丝刀 拧一下就出来 对 核武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么多的这些国家 分成了不同的层级 不同的级别 那么这样的级别越分越细 越来越多的这个和国家的后备队 这个名单越拉越长的话 所以说人类要想走向消灭核武器 还确实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 英国 法国等中等有核国家 为什么要继续发展核力量 英法现阶段实行的是怎样的核战略呢 印度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 适时核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朝鲜伊朗为什么发展核武器 日本离适时核武器国家还有多远 在有核才有底牌 有底牌才有底气 有多大底牌就有多大底气的国益中 无核世界为何难比拥核欲望 敬请关注著名军事专家乔良 徐红 卢勇正在讲述 大国底牌之四 无核世界 何欲望 长期以来美国对于日本向核武装迈进的满天过海之举 并非全然不知 但为了冷战同盟的伙伴关系和诸多的幕后交易 美国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美国曾竭尽全力与之战斗过的对手中 日本无疑是最为特殊的对手 就像有人讲 日本一手拿着橘一手拿着刀 橘和刀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本质 既好斗又和善 既蛮横又文明 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 既顺从又不甘人支配 既忠诚又会背弃弃异 既勇敢又胆怯 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那么美国将会怎样看住这个昔日的对手 又怎样推动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 就奥巴马推出这个无核世界 实际上是跟这个想拥合国家的这种愿望 刚好是一种矛盾 但是这个本身 这个美国就它就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提出来无核世界 另一方面呢 他又做了一个预算 就未来十年 他投资3350个亿 要干什么 就是要解决核武器的更新和换代问题 就是今年 大概我看是从财政上是231个亿 用于核潜艇 这个地基 和这个一部分运载设备的更新和换代 还有一些维修 所以说你一方面喊无核 一方面又加大他的这种投入 是吧 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我就说 如果说 从这个角度就相当于那句话 暴心救火 拿着柴火去救火 我觉得它这个无核世界 尤其呢 比如说其他一些这个 有核国家呢 看到一方面你自己加大了投入 不但加大核武器的发展 而且呢 还发展烦恼系统 就你想攻防来说 都做得比别的国家要好 另一方面 你就希望别的国家 要从有核国家变成无核国家 这个本身这种愿望 就现在看起来 能感到比较可笑 有点一厢情愿的感觉 对 联合国这个县任秘书长潘迪文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这个一个无核的世界 是人类最大的公益 最我们现在都说 都提倡公益行为 做这样那样的公益 其实各个国家 如果真肯给这个世界 做公益的话 真正大家彼此要求 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或者对大国要求 做一个负责任大国 那你就应该是做出这份 为人做出这份最大的公益来 禁止核武器 销毁核武器 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无核的世界 因为只有这个核武器 这把达摩克里斯剑 不再悬挂在人们的头顶上 人类的头顶上 人类才可能真正去谈安全问题 当年我们人类用自己的智慧 打开了这个核武器的潘多拉罗核 但是要打开容易 要把它关回去 更难 这个恐怕要运用比 发明核武器 更多的智慧和耐心 去做到这一点 真正的把我们的整个世界 变成一个没有核的 多顶的世界 感谢观看